近日,德云社饼嫂在短视频平台晒出一段视频 视频中饼哥带着饼嫂一起去买包 在买包的过程中饼哥还吃了一份自带的午餐 饼哥表示,吃口它是饭,能便宜点是一点 不得不说饼哥真是一个居家好男人 但之后的做法让粉丝们哭笑不得 当饼嫂在两个包之间难以抉择的时候 饼哥则是立即推荐了便宜的那个包,说绿的好看 而饼嫂则说是另一个好看 当然饼哥最后也没能得逞 看到这一幕,粉丝们则在评论区纷纷其哄 饼哥觉得好看就买吧 应该把两个都买下来 还有网友表示,早就应该买了 要知道早在前几天,饼哥就已经把饼嫂惹生气了 作为得人设第一网状,连饼嫂都抱不起来 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毁坏了嫂子的名声 差点就挨了饼嫂子打 粉丝们也纷纷表示 饼哥你好好抱,别再摔着我们的嫂子 嫂子生气了,赶紧买个包吧 而看到粉丝们这么维护自己 饼嫂在隔天也发布了一段长达一分钟的视频 视频中饼嫂可以说把饼哥夸得天花乱坠 但看完视频的网友才发现 最后一句才是重点 那就是饼嫂快要过生日了 看到这一幕有网友表示 烧饼看完都要哭出来了 但看到最后一句憋回去了 不得不说不愧是相声演员的家属 学会了三番四斗 先铺平了再入正火 这个包肯定是跑不了了 看到饼嫂如愿买到喜爱的包 网友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不得不说饼哥将包制摆定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由得让大家想起来饼哥和九华一起合作的 我知女人心 想必这个相声就是饼嫂提供的素材吧 就应该再奖励饼嫂一个包 就应该再奖励饼嫂提供的素材 就应该再奖励饼嫂提供的素材